南门市场知名的高团店前 人潮众多 不管是现场制作的松糕 还是连结应景的年糕 摆满整个摊位 迎接新年到来 业者也推出新产品 菊香桂花蜜糖糕抢士 比较方便的是 它可以冰在冷冻箱里 然后要吃的时候 或冷藏拿出来退冰 退冰切片就可以直接吃 不需要去煎 然后你要带出去 什么东西都比较方便 快过年了 包括年糕 腊肠 肉干等 连结应景商品 买气逐渐加温 不过从年中开始的 物价上涨风潮 似乎没有停歇的迹象 让想要采买年货的消费者 直说吃不消 就是它是一直连续涨 对 它可能是先成一成 然后两成 但是到现在普遍 每一样都至少三成以上 加上缺供给基本工资 明年一月起将调升等影响 业者也不得不调整产品售价阴影 以这一家知名的高团店为例 就有八成商品价格调升 业者坦言 今年物价涨势实在太恐怖 过年都有涨 可是没有像今年 今年是超过了 太恐怖了 今年真的是超过 真的 而且是什么都贵 对 不是一样 往年大概就过年 用量最凶的是糯米 糯米涨价 其他的东西都还持平 那今年不是 今年是每样东西都涨 所以今年真的是很难弄 南政市场五星市级输融份 因此再度获得经济部颁发 五星优良市级 并获得全国最多共17摊 五星摊位的南门市场 特别推出感恩庆活动 将获得台北市政府补助的 150万元全数回馈消费者 从即日起 消费者只要使用优优付 比比优惠回馈15% 每人每日最高回馈600元 等于打85折 一亿将五星标章 送到得奖的摊位前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长 陈俊安透露 因为妈妈是江苏人 从小就喜欢吃南门市场的美食 对南门市场推出回馈活动 陈俊安表示 这就是最有人情味的传统市场 我想这样的回馈的心情 回馈的态度 也是要南门市场 一直是我们最有人情味的市场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透过电子支付的方式呢 也可以让我们在 面对疫后经济的复苏 能够有更多元的管道 更多元的方式来进行交费 同时也降低疫情对我们的冲击 陈俊安强调为了协助业者 度过疫情冲击及成本上涨压力 台北市政府也推出多项讲补助措施 结合业者自发性的优惠活动 希望能刺激消费 我想站在台北市政府的角度 我们尽可能的就是透过 讲补助的方式去协助 我们不管是摊商也好 或者说我们第一线的服务产业也好 让他们能够有更便捷的申请 相关补助相关纾困的措施跟做法 让他们能够更快速的能够去取得必要的协助 然后来提供他们自己的员工也好 或者是去提供他们的成本的降低 南门牛羊肉店 自己的南门牛羊肉店也获得五星热活名摊肯定 南门市场自治会会长王全国 也观察到疫情开放后不止消费者回流 许多年轻人也会到南门市场这样的传统市场逛 预估这一次150万的感恩回馈活动 渴望带给市场一千万的商机 原则上150万回馈给消费者以后 带动摊商大概有一千万的生意 我希望说今年消费者也好 我们摊商也好 大家有双的利多 然后来购物 因为今年物价可能贵了一点点 希望有这些补贴 大家跟去年买的价钱应该不会贵很多 还得便宜很多 南门市场感恩庆活动到2月28号为止 回馈金将于活动结束后 一个月内全数回馈到民众的悠游付电子钱包 欢迎民众年节期间到南门市场 采买年货享好康 欢喜迎接兔年的到来 南门五星市集赞不赞 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市场半年货 你们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